一隻大水牛獨自在大街上遊蕩 嚇壞路過的民眾 竹北警分局日前接獲報案 目擊者指出 有牛隻在竹北水利大橋上奔跑 擔心造成用路人危險 原警只好當起臨時的保姆 將牛隻趕往路旁的農地安置 原警在4日7時許 接獲民眾報案 有隻犬牛在路上奔跑 為防止這隻犬牛在路上奔跑 造成用路人的危險及交通混亂 到達處理原警 利用巡邏車 將這隻犬牛暫時安置在旁邊農地 事後順利聯繫上4組之後 4組竟然稱 不知他家的牛兒跑出來外面的 生怕了這隻犬牛不回家 於是帶同牛媽媽一同前往 索性牛兒看到牛媽媽來了之後 迅速向前奔跑 與4組平安返家了 趁著4組不注意 水牛遊哉逛起大街 還好原警最後順利聯絡上4組 才結束這場驚魂鬧劇 卡布新竹簡書齊採訪報導 好 好 好